各位果迷早晨 分享一下我今天吃什么早餐 一番芝士我就忍不住了 这就是荷兰年轻芝士 真的用唇牛奶去做 三个月熟食 我当然做一块面包 铺上面 这个太厚 非常好吃 我马上看一看 整热 这些有胶 一路切 这些胶不要理它 记住开封 因为收到的时候是真空包装 开封好像我这样 我吃了一点吃不完 怎么办呢 千万不要放在胶袋上 因为它会容易有毛菌 如果大家想保存得好些 建议就这样裹保鲜纸 放在冰箱就可以了 尽快适合 如果你有时看到这些胶 旁边有点毛菌 不要紧的 抹了它就可以了 因为芝士是发酵的 没问题的 这样 一会儿我开 一会儿做完之后 让大家看看 我通常看到芝士 就吃芝士 或者是烤番薯 这些都是健康的早餐 今天就这么多了 拜拜 我想补充一点 果迷 除了放在面包吃之外 其实你们这些切粒粒 给小朋友吃 或者自己吃 是好香 好香 好香奶味 非常之正 我现在偷吃了 看 好了 融融的 这些融融的时候 是最正的 我通常这样吃 或者切粒粒吃 非常之好吃 我不客气了 拜拜